1953年49岁的林慧音的工作照 此时离他世事只有两年的时间了 画面中可以看到他的脸型非常的消瘦 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后 使得脸型变得更加锐气 但眉眼间的清秀依然在 林慧音很早就因为长期各地考察古建筑 加上抗战时期的战乱流离失所 导致了肺病非常严重 在四川病了几个月没有痊愈 加上建国后日以继业的盲鱼国徽设计 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 使他的身体透支严重 后因为被贫苦建筑拆毁的事情 导致心情抑郁 最终病重不治 终年51岁